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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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2 Check it down Check it down 大家看我今天又要做小福地了 因為在我旁邊是COSY來的老闆娘 我們歡迎陳孝萱 大家好好看 你們好 你是老闆娘嗎 我是打渣的 妳嫁了一個人 我們康熙來的製作人 是這樣嗎 對 不過 這對妳沒有很禮貌 因為妳比他有名多 所以我們應該介紹就是 佳英雄是妳先生殘缺對不對 對啊 妳只不過是一個附屬品 沒有啦 另外一個比康熙來老闆娘更大排的人 是音樂界的老闆 我們歡迎李宗盛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我聽到人家那個陳孝 當然很多人都很喜歡李宗盛的歌 可是結果他有一個封號叫做 上個世紀80年代 就是東南亞最重要的音樂製作人 真的嗎 可是 有人會喜歡被稱為 上個世紀最重要的人 可是說實話 我們也是上個世紀的人 我們都在那邊走 還好我們那時候沒有重要過 所以妳有很恨這個title嗎 沒有啊 沒有我覺得 身為音樂人我已經太幸運了 太好了 對 那麼多人寫歌 為什麼小李寫歌還不錯 是吧 所以我很好啊 然後每個年代都有 那為什麼這次這麼收斂 演唱會只辦兩天 我覺得兩天就很好了 有可以辦就不錯了 我聽妳在 就還沒當媽之前 做女明星的那個階段 就每次看到這個人 鬧花邊新聞的時候 心中都會獨白說 這個 男人很花嗎 也許因為我是巨蟹座的 所以我還滿能夠體會 他的某一些心境 花 不是花 就是說 因為他必須要投入一個工作的時候 他會很容易被那些氣氛感動 所以 傳言中呢 他每製作一張專頁 就愛上一個女歌手 是真的 我相信是 但是這是我說的啦 但是這是我說的 因為我是揣勝 那妳真的越人無數耶 想說那麼多 沒有…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誤會 因為呢 我覺得 從一個創作者的角度呢 就是說你一定要愛你的藝術 是吧 要把 少拿這種場面話來打 什麼這麼濃 這不是什麼 就是說 在那個時候你要為你的藝人 的前途 你要把他的前途 當成你的前途 你要把他的貸款 當成你的貸款 是吧 你要… 希望他能夠紅 他才能夠 好…我跟你講 目前十分是大家都知道的專輯 對不對 裡面有一首歌說 那一夜他喝醉了酒 帶著醉意而來 對不對 我覺得這一定是有發生過 一些什麼事對不對 不然怎麼寫 這是在寫你自己吧 才不是的 這是寫我一個兄弟 這不是寫你自己 不是… 這寫我一個兄弟 叫有一個兄弟 不太長進的 你也認識的那個 誰 Landy 對… Landy Landy 觀眾當然不一定熟 可是Landy 也被終勝寫入一個歌裡面 那個… 親愛的弟弟 親愛的Landy 那一首… 那一句你哼一下 親愛的Landy 我的弟弟 對… 當時他一定很樂 被你寫到歌裡面去 所以那個那一夜 你喝醉酒帶醉 是Landy 不是你自己啊 不是… 不是你去敲陳淑華的門嗎 不是… 我是敲陳淑華的門 真的不是嗎 我知道這個行業 你知道這個行業呢 這個行業的黑暗面 你知道嗎 跟那個不好的示範 一面有一半是這樣來的 你知道 這誤會大誤會 真的嗎 真的… 還有什麼… 什麼… 關於我們的事啊 他們通通都猜錯 這是我已經講了 那時候還傳我跟張艾佳怎麼樣 根本是… 你跟張艾佳沒有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 這個已經根本是… 沒有… 已經的意思就是 過去完成式 什麼… 你不要鬧我們好不好 我們聽說過都沒有發生 都沒有… 你跟陳淑華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你跟張艾佳也沒有 也沒有… 有的時候你們通通已經知道了 那個過去式的 那個式 其他都是… 有的那個我們知道的人數 少到不堪附荷你的名聲 那什麼 其實我是這個… 那你愛上過哪一個 你製作的女歌手 你說一個出來 不然我們就來聊個 離婚的事好了 唱歌好 跟後面都緊張得起來 唱歌好了 唱歌 好啦 那你… 我們不要講名字 你有沒有愛上過 你製作過的女歌手 我當然愛上過 而且我跟她結婚了 是吧 我當然愛上了她 只有那一位 當然… 你要看愛的角度嘛 我已經說了 我覺得我在做每一個 其實不管男或是女歌手 我都是在那個片刻 在工作那段時間 我都是深深的投入的 我必須 比如說我做莫文蔚 我覺得他是在 你跟莫文蔚 這個我們倒不知道 他有一個招 他怕你進度很快 你跟莫文蔚 唉呀 唉呀 我不要錄好了 唉呀 這個不好就 莫文蔚 這個莫文蔚 比如說我認為她是一個 非常迷人女性 是 她在當我的藝人的時候 她在螢幕上的時候 性感的不得了 美麗的不得了 所以她會瞭起我很多的想像 跟靈感 比如說我在看莫文蔚的時候 我都是close up的你知道嗎 她的體態啊 她的那個 你說錄音的時候 你就很貼著她的臉上 創作的時候 創作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莫文蔚 我這樣講不太禮貌 可是莫文蔚 當她不是我的藝人的時候 沒有跟我合作的時候 就是一個一般人的時候 對 對我就是 就只是莫文蔚而已 對 就只是莫文蔚而已 所以你 你覺得你自己算是一個君子 我盡量大部分的時候都當君子 對對對 男人被這樣問很尷尬 不會 沒問題 我如果問你先生 他難道也會說他是一個君子嗎 他可能會遲疑一下 對啊 沒有男人有這麼大的自信獎 我的飯掉下來 等一下 我的飯掉下來 我真的要弄好一點 不是 因為我跟少圈不是音樂界 所以我們兩個不怕你啊 就是你那些徒子徒孫 當然就是不敢問你 亂七八糟的事情 沒有 沒問題 再繼續 真的嗎 對 我們今天錄兩集 因為李宗盛今天帶了很棒的吉他來 然後他要拿吉他當獎品獎勵我們 聽說是怎樣 怎麼有內線 蛤 所以先介紹你的這個名貴吉他吧 就是旁邊這個 兩把都是你自己親手做的 對 旁邊這把的紋路很奇特 對 這是我這個 特別為蔡康永這種人 所設計的一款錢 那我直接就收下 謝謝 為什麼 這個要有這個 要經過一些考驗 對 這要經過一些考驗 你知道 我昨天晚上在那邊在家裡想說 我特別幫這種人 這種人是什麼人 這種人是內心自己有一塊 自以為是那種 藝術天分的那種人 這個你講得很正確 是吧 我覺得有大批這樣的人 你知道後來呢 中途後來 比如說念書念一念的 就放棄這種自己那時候 心中的夢想 對 現在就跑去什麼 像比如說王偉忠 這三雄之流的 後來就氣質變得很不好 我就想說那時候你們內心 其實這些內心都有一塊 創作的 文藝的這種 所以這款琴是專門 為你們這些人而設計的 OK 年輕時候有過這樣的夢 這樣 可是呢 這個 你康勇 你不能白拿這個琴 所以我想說 你把生命中的精靈唱一遍 我就做一把送你 宗盛 你完蛋了 你完蛋了 你太瞧不起我們康勇歌了吧 他會唱嗎 你瘋了 你太瞧不起人了 我們先講好 宗盛 我們這邊有一塊白板空著 你知道是要幹嘛的嗎 就是 等一下你要畫壓 寫說你用欠我們幾把吉他用的 真的嗎 對 那個 生命中的精靈 那一張專輯裡 如果唱一首歌就一把吉他 唱兩首的話就兩把吉他 唱三首的話就三把吉他 真的嗎 踢到鐵板了 還是你不要想聊離婚的事 交換一下 等一下 沒有問題 這個琴是一定 如果康勇能夠把 我們一把好了 因為這個琴做要很久 對 我今天又很忙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所以呢 要做很久 所以呢 可能要做兩年才做一把 不過沒關係 我跟你講 彈 我來幫你伴奏 如果你真的能夠把生命中精靈唱完 可是為什麼你會覺得沒有人會唱 因為那張賣得很差嗎 對對對 那是我那個 製作生涯裡面賣得最差的一張 真的 你記不記得 除了有歌之外 還有一個開場白 是很短的一個歌 對對對 你知道我連開場白都會唱 是嗎 你完蛋了 因為這張專輯是康勇哥 他那時候留學的時候 唯一帶的一張花紋專輯 是啊 所以他真的從頭到尾都合 怎麼辦 所以他現在變我的了 這個 我跟你講 等一下 你這樣就拿走開 你怎麼說要唱一首歌 你看你可憐一下 我因為這一把 這一把是我演唱會要用的 你知道吧 沒關係演唱會接受 我借你啊 這個我設計出來的 我設計出來 我再做一把給你 這樣做一把更好的給你 你們這種大陸就去 隨便買一把三千塊錢的 怎麼會 所以我跟你講 我這一把琴 我跟你講各位朋友 我從來沒有送過人家琴 連我羅大佑跟我買 都是四千塊美金 跟我買了一把琴 所以我是第一次來上這個節目 我從來沒有上過那個 什麼他以前有什麼 真情指數你也不上 我不是不上 我不擅長 我不擅長在眾人面前呼天搶地 說唉唷 我有多慘 你知道嗎 我不是這個太 我只要跟你聊一下話題 你就會在眾人面前呼天搶地 對 因為他很容易讓人家這樣 好啦 你的了不起的吉他先介紹一下 他這個木頭的了不起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木頭啊 就是這個是我設計的啦 所以它是這個是Hawaiian Koa的一個木頭 所以這兩把你比較喜歡哪一把 我都喜歡 每一把都是我的小孩 這是另外一把 一把你才賣羅大佑四千美金 你要做四個月 你這樣划得來嗎 可是他會彈啊 我賣你賣一萬 看人 每個要來彈琴要買琴的 我不是在做生意嘛 對 所以呢每個要來買琴的都要彈 要有個原因 都要來彈琴 哇 好聽哦 嘿嘿嘿嘿 好聽哦 這招這一招在迷女人 我跟你講 完全就是這個招數 你這樣搞哪個女生能夠抵抗的呢 我現在啊 比如說 比如講到女生 剛才那個工作人員就跟我聊 說我現在有什麼戀情 是吧 我就跟你講 我現在沒什麼戀情 OK 我想了半天 我就跟他講 我用一個這個大遊詩回他 我就要說呢 我現在對女生就只有妹把我 是吧 只有妹把你 對 我這個年紀 這個身分地位 怎麼會對不對 去把妹 沿著臉去 對不對 只有妹把我 OK 哪有我把妹 是吧 可是這裡面還是有風險 是吧 若無把我妹 是吧 我就 早點宣 對 這是我現在的 真的 就早點宣 對 回家 我還以為若無把我妹 我就出去把妹了 那些東西 只有妹把我 這是我覺得到這個社 這個我也把這個 那最近有幾個妹在把你 我是想把這些 最近有幾個妹在把你 你怎麼可以 讓我再去提 你自己提這個東西 先把這個東西獻給什麼 我那幾個臭哥們 比如說張培仁 王偉忠 還不是說張培仁 羅大佑 羅大佑之流的 對 沒有妹在把我 真的 不可能吧 所以你是怎樣 你是覺得音樂大師的身份 不能出去把妹了 不是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這個 你是不是有受過打擊 比方說妹轉過身體就說 死老頭以為他是誰啊 就這樣 不會叫你伯伯 真的嗎 對 他們真的很過分 怎麼會這樣子 當然沒有人當眾講的是 死老頭講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的眼神裡面 三號透露出這樣子的時候 這個 你要 你想要 你有什麼想法嗎 這位先生 所以情況變了 就你以前把妹的時候 女生絕對是 就會輕變感應的 可是現在他們就會有一絲 困惑 感覺上是啦 感覺上是 對 所以你真的 覺得自己的年齡有點 過了把妹的年齡了 不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 到現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不是主動的時候 是應該比較含蓄的 夏小瑞怎麼可能 那麼多女生迷戀他 我覺得以忠聖大哥的 這個狀況來講 他應該都是 他必須要有點慢的 那現在的那種 是比較速成的 我覺得對忠聖大哥來講 他可能也沒辦法接受 對 我覺得 如果他追妳的話 追得到嗎 你說現在 不是 現在妳已婚了 這樣不好 我也不想讓我們 製作人離婚 我覺得這個話題不錯 照以前來講 我覺得一定是會的 尤其像剛剛他一唱歌 那整個神情 魅力完全不一樣 然後如果是你愛的歌 不是簡直就是歌劇 再加上他如果幫你量身訂 做一首歌的話 哇塞 那還得了 就完全被電到對不對 你不要對自己沒信心 你真的超能把妹的 真的嗎 你剛剛那一下 雖然電視機前的人 因為隔著電視可能不會感覺 可是這邊就會感覺 電力十分的充分 而且現在我確認 就是那個傳聞 應該有多少是真的 就是每做一張歌 你就愛一個女朋友 又來了 我沒有跟你講的 或者是 那個女人一定會在某些程度上 一定的 真的 太難抗拒了 真的 沒有啦 所以 你現在妹也不把你 你也不把妹 你在做和尚啊 現在做情 努力做情 因為他這個 真是苦了這些情 我不會對她們什麼樣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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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種有女兒的單身父親 我真的見識過好幾位 就是有的時候週末 我們約她們出來玩 有的到九點就是要回去陪女兒 有的到十一點就是要回去陪女兒 就是玩不下去 會掛念家裡的女兒 你現在也是這種爸爸嗎 我一直都是這種 就是說你 就是說你說這種怎麼把妹呢 這樣真的不是 這樣只要把妹帶回去了 怎麼帶回去了 怎麼帶 把女兒鎖在房間裡 怎麼能帶回去呢 這一定要往外發展 女兒在家不太方便 真的嗎 而且這個完全精神沒辦法集中 你知道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又沒辦法有很好的 然後也不好意思表現得太狂野 就會 對 就扣分 真糟糕 怎麼怎麼辦 尤其爸爸對女兒 他一定就是 尤其現在女兒比較大了嘛 感覺上女兒就像小情人一樣啊 那是 對 所以你女兒有 跟你說他們愛上某個男生的時候 你心中有滴血嗎 就是 想說 加緊了 沒有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我就在那個moment 我就把我自己 自己馬上倒退30年 對不對 他現在17嘛 我30年前就是18嘛 我現在48嘛 就想我自己年輕的時候 我那是 是嗎 對 這個很正常看 所以你父親 你在 對 你在這個角度來講 你看你的小孩 你就覺得很釋然 然後我在家裡 現在變接線生 反正所有的電話鈴 我就 喂 請問女生在會在 對 我就 啊 誰在電話這樣 可是為什麼規定八點半之後 他們不准 就八點半之前 他們不可以跟人家談情說愛 對不對 在電話上 對 八點半 我很討厭 你看我回家辛辛苦苦 衝衝忙忙 回家把晚飯做好了 他們有的在那邊看電視這樣 我說BB 吃飯了 好 等一下 對不對 一個在房間裡面這樣 我怎麼可以忍受 在家地位這麼低啊 不是 對啦 對 真的 寫出無數浪漫情歌的李宗盛 送給女友的禮物竟然是 我會送什麼 我會送一個什麼 什麼印表機 太遲了 對 對 就是我希望你人生變得 稍微有效率一點 有信同一點 因為我覺得女生 好像每個都是這樣子 而陳孝萱收到的浪漫生日禮物又是 你有沒有收過免治嗎 真的嗎 我生日禮物 就是全家一起用的免治嗎 好 他 對 我說BB 吃飯了 爸爸今天做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好 吃飯這樣 然後我們好好再講電話 所以我說 我們家吃飯的時候 爸爸一天最重要的時候 就是跟你們吃飯 坐下來吃飯 你們一定要好好的 跟爸爸吃這個飯 對 吃完八點半以後 就隨便吃 去先聊天 我以為爸爸都會打算用情聖的姿態 去現在女兒的面前 不是 我在家是很 我覺得是我撒嬌比較多 怎麼撒嬌 就是 要他們陪嗎 我回家一定會抱他們 我跟我女兒一天大 女兒二女兒要抱好幾次 對 抱抱 疼疼啊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回家 比如我再晚回家 我非常瞭解那種 沒有辦法在外面花天酒地的男人 因為家裡有女兒的這個狀況 因為我一定要回家 我的房間在最裡面 我大女兒的房間 二女兒的房間 我回家一定要先打開門 看老大在幹什麼 在睡覺了 睡覺我去摸摸他 然後再到二女兒的房間打開看看 我才覺得一天是完成的 所以如果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 比如說有時候他們去朋友家 sleep over 我那個晚上就會很loss 真的 就你一個人在房子裡 然後會會會 講女兒經 我跟講路四集 我跟妳講 我最大的挫折 我跟妳講 你遲早會碰到這樣 就是你 比如說我幫我女兒買了 去選啊 買了特好看的鞋 好幾千啊 然後就已經從買的那個moment 到給她的那一顆 就期待她那種感激感動的眼神 我跟你講 她一次也沒有穿過 甜瓜不懂 她收下的時候 有沒有故作感動的樣子 有 可是她一次也沒有穿過 那好幾千 德國 英國還是德國 不是英百什麼樣子的 我覺得 我覺得特好看 你知道 我覺得非常又有氣質 她只回了我 後來我一直講 我一直詢問很客氣 Baby 那個鞋子是怎麼樣 我有跟店員講 尺碼不合 要可以換 爸爸 可以啊 可以啦 很好啊 很好啊 一次也沒有穿過 後來終於套出話來是 她覺得那個不好配衣服 以前送鞋子給女朋友的時候 都沒有失敗過嗎 我覺得女人這個 這個很難捉摸 送東西 我覺得送 送東西給女人 是男人最大的一個學 比你點酒 點菜還要 點菜的時候送你給女人 你怎麼去 please 這個就是東西 象徵你的品味 你知道嗎 所以以你多年的經驗 後來你發現送女生什麼東西 最安全又 成功率最高 我喜歡送錶 這不錯啊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錶 我有大概幾十個錶 上百個錶 我就會送去挑一個 我覺得很好看的錶送給女孩 會故意買一支男錶 是相配的 然後自己帶嗎 不會 不會 這個太... 我會送她 送她就是了 送她錶 沒有任何暗示的意思 沒有 就是希望 不然 我希望我們兩個在 時間能夠一起走下去 你看 有沒有 對啊 還是有興趣 只比哥大家都發現 你有沒有偷偷在背面刻名字 沒有 沒有 這又有點慫 OK 對 所以只要心中默默期待說 時間我們會一起走下去這樣 他送了就講 配上這句話就 搞定 有小卡片嗎 沒有 可是通常都只停留在這裡 我記憶所及 接下來我就會送一些 讓她覺得是 比如說根據我的經驗 我會送什麼 我會送一個什麼 什麼印表機 很實用 對... 看她缺什麼送她 什麼電腦你要升級 幫妳換一部 落差太大 對 就是知道 對 就是我希望你人生 變得稍微有效率一點 有系統一點 有系統一點 因為我希望女生 好像每個都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我是希望我幫助你們這樣 你是有第一個認識 送女生印表機 這個很實際啊 什麼對不對 我收過棉芝麻的 什麼啊 某個生日 詹年雄嗎 詹年雄 就是全家一起用的棉芝麻 他 這好逼急 可是 他們就覺得很實用啊 對啊 然後要搞浪漫嗎 就是什麼燭光晚餐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不好 這不好 那有沒有約會的時候 故意在有樂器的地方 會彈個鋼琴或者是吉他 來迷惑對方 這一定要被要求 這個是完全不用在表現的事情 對不對 你不可能跟我講說 你從來沒有為女生 就是在私下的場合現唱過吧 就是在某一些很棒的花錢樂下 難道不唱個歌給他聽 沒有 他們也沒有要求你嗎 沒有 怎麼可能 而且我特別怕女生 是因為我是李宗盛你知道嗎 幫我寫個歌吧 唱個歌給我聽啊 什麼什麼什麼 我覺得這個 這些妹在拔題 不是 那個我覺得 我這一塊呢 是 我是一個 這是我的職業 專業的 對 我當然有幫女生寫過歌啊 可是我不會 噁心兮兮的唱給他們聽 對 就像 飛哥會做的事 對 這個很有名 對不對 這個不好 這個不好 這個 對 那你總共 我們不要問寫給寫 我們只問說總共你為 喜歡的女生寫過的歌 一共有幾首 有超過十首嗎 當然不只 不只 因為他們 比如像張愛嘉 我幫他寫了愛的代價 是 她是我大姐 不要用懷疑的眼光看著我 一邊點頭 一邊這樣子 我腦中浮現的是 喔 姐弟戀情 沒有 我在寫那首歌的時候 是真的想著她人生跟我 亦師亦友的這個交情 寫一首歌想去寫她的生命故事 對 對 所以我寫那個歌是很感動 所以並不是每一個 像你搭響的時候 都是有什麼男女 那生命中的精靈是寫給 也是寫給某個女生吧 對 那整張專輯都是寫給一個女生 可是那女生是 對 整張寫給同一個 對 就是因為她才讓 因為我本來根本我不想 我也不想當歌星 因為當歌星要上通告 很無聊 對不對 所以 事實上我跟她談戀愛嘛 對 很傷心 失戀很傷心 我就決定要做一張唱片 來紀念這段愛情 所以是我那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的 第一次這個什麼 叫做萌發情感 所以特別特別珍惜 特別特別好那張專輯 所以這張專輯是在 那個愛情已經結束了多久以後 完成了 就結束了一下子 一下子就完成 對 我就開始寫這些東西 然後 可是這個女孩子我想 你們什麼 什麼狗仔隊啊 什麼什麼 通通沒有人知道她是誰 那這個是我的 Best kept secret 我在我的人生裡面 Landy知道嗎 你想去問她 Landy知道 我常常在Landy喝醉就跟她聊天 所以我可能會問出一些事情 所以這一定是檯面上的 這位李宗盛生命中的精靈 到底是何許人也 廣告回來謎底大公開 不然何必怕人家 不是 絕對不是 因為她這麼有把握 應該就是 絕對不是 非影劇圈 絕對不是 真的是 所以你把一個民間女子怎麼了 沒有 我們就沒有 還沒有什麼了就沒了 對 對 其實很好 那她知不知道這張專輯是獻給她的 她知道 她知道 那她有沒有說 我太感動了 我再回到你身邊 沒有 沒有 人家現在已經小孩都好大了 不用 對 對 你還有打聽她的消息 我打聽過 我為什麼要這樣 關心她 齊玉住在那個 住在美國 跟她住的地方很接近 很近 然後有一次我說 齊玉 我給你一個電話 那已經逝隔十幾年了 我還記得她家的電話 還有電話 對 對 我就把那個電話寫下來 交給齊玉 我說齊玉 你回到那邊 你就打這個號碼 看看她還住不住在這裡 後來她已經搬家了 她搬去某個地方了 對 可是沒有聯絡上 沒有聯絡上 對 如果聯絡上 你還打算再跟她聯絡嗎 旧情復燃嗎 不是 不是 這是朋友 OK 所以你 要解一下近況 你跟前任情人 大部分可以維持朋友關係嗎 還是說散了就散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呢 做情人 做什麼什麼的 我覺得都要緣分 有的不是說 比較淡了 那刻意去保持一個關係 我覺得也挺假的 因為畢竟自己個人 都會有個人的生活 那保持一個 我覺得 保持一個基本的 接觸上的需要 比如有小孩 那這個是可以溝通的 那比如說保持一個 基本上的做朋友的禮儀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說如何的這個 彼此 對彼此的所作所為 都非常的寬量 瞭解什麼 這也未免太過虛假 我覺得那個也沒什麼必要 這樣子 所以生命中經營那個女生 是她提出分手的 對 所以並不是每次都是你提出分手 不可能 我以為你是殺手機的 就是亂講 殺了人就走了 不是 那你到底要不要唱歌嘛 對啊 對不對 我們在稍微 有個break 對不對 我們說你到底要不要唱歌嘛 你如果能夠唱 好 我跟你講 開場白很難 很難有人知道對不對 這個太難得了 所以吉他是要訂的 沒有啦 你要先唱兩句 我看看是不是 我跟妳講 開場白我真的會 前奏 你現在 是怎樣的心情啊 是歡喜悲傷 還是一點點不知名的愁 如果是 請進來我的世界 稍作停留 在這裡 有人陪你歡喜悲傷 陪你愁 怎麼辦 一場白我都會唱耶 你沒遇過吧 怎麼辦 對 生命中精靈唱一點好了 四千塊美金就這樣子泡湯 那要多唱幾首對不對 對 不能就這樣子隨隨便便 那我過去那邊 好 我都勾得那邊 對 生命中心 再一次 再一次給我 開放的心靈 該你了 關於愛情的路 我們都曾經走過 關於愛情的歌 我們都聽得太多 關於我們的事 他們通通都猜錯 關於心中的花 心中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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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你一個人說 好啦 完成了 好啦 能夠跟李宗佑的唱歌 能夠放得 能夠讓她開口唱歌 你看 這個不簡單 就是這個 而且賣得這麼爛的專輯 我整張都會唱 是 你剛好選到一張 來 我們來畫牙 是紙座的 要寫明 省得你去買那種 四千塊錢的歌 一 八 好 我跟你講 這個要這個... 第一個 這樣 好 第二個呢 這個琴叫先... 我跟你講這個琴為什麼叫先行者 對 為什麼叫先行者 就是呢 我本來有個更好的名字 因為這些琴呢 我都是做給年輕時候有夢 可是一路上都遺忘的人 OK 我本來取一個不太雅的系列 有夢 一路上遺忘的 這叫... 這是夢遺者系列 後來想夢遺者系列不太好 就把它改成先行者 就是你們暫時放下心中的夢想 去別的地方 對...好不好 這個 我來畫牙 有夢想 可是一路上把它暫時的遺忘了 謝謝 謝謝 好 我跟你講 好 好好聽喔 我跟你講那個 除了其他之外 這個也可以拿去網路上賣錢 真的喔 現在什麼都能賣了 再多賺一萬塊 真的嗎 真的喔 你簽名有行情的啊 很好啊 我的琴都有我的簽名裡面 簽在裡面 對 所以你演唱會的時候 會用哪一把 這一把 我都會 我會... 我有很多不同的款型款 在需要不同的歌的時候 因為這樣講好了 我的琴是用我女兒的名字 來命名的系列這樣 對 所以我大女兒的 第一個英文字 第一個字是S 所以我有S系列 OK 我有H系列 喜兒 李喜兒最小的 就是我跟Sandy的小孩 叫李喜兒 所以她是H 我的二女兒叫Joy J系列 所以這是爸爸給他們的心意 你這個爸爸真的為女兒做很多 沒有 以後我老了 以後不在了 就是爸爸他們每一個有爸爸幫他們 做的一個型號的琴 那如果做得很好 這都是他們的人生的財產 那請問你女兒唱不唱你的歌啊 他們不太唱 他覺得他爸爸不錯 可是還是周杰倫跟那個誰比較 比較厲害一點 麻吉弟弟啊什麼的 他們聽周杰倫跟麻吉嗎 當然啊 所以我也受他們感染 我是那個麻吉的Fan 那你這支演唱會怎麼不抓他們來 我覺得他們好像 像上台好像是我小孩一樣 所以我就沒有找他們 這次找的是張信哲跟梁靜如對不對 對 有他們 對 因為我這裡面有兩個part 有一個part是 因為我合作的女星當中 淑華 我跟她合作的這個階段 我覺得是 我們兩個互相在生命當中 音樂的過程當中是很重要的 對於彼此 所以有第一個晚上是 Tribute to淑華 真的 對 有跟她講嗎 有 我有跟她說 我昨天跟她通了一個電話 挺開心的 對 太好感人了 那 她會來嗎 我希望她會來 對 然後這是第一個晚上 那第二個晚上是 比如我跟Sandy的合作 OK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在那一塊的作品當中 我不能講說 因為我跟她談戀愛 所以歌寫得特別好 可是的確 那在我自己創作生涯當中 我當我回顧的時候 為你我受冷風吹 傷痕 這些歌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第二天晚上會有一個部分 是全部都是我跟林一蓮合作的歌 對 是非常整理過的 你當初有掙扎過嗎 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要不要有一個部分是 你跟林一蓮的名義 你 我沒有掙扎 因為 你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 對 而且是非常美好的一段 OK You know as a producer 跟一個藝人 能夠合作 而且那幾首歌都好經典喔 所以不唱也太可惜啦 對 一定要唱 所以你是因為不唱太可惜才 只好那麼一個嗎 沒有 所以 也有邀請她來嗎 我有跟她說 她說我要做這件事 OK 然後我說我有演出 其實我們現在 這個所有的消息啊 新聞大家都知道 這是公開的 對 她有什麼活動啊 她在哪邊我也都知道 對 所以 我想 在事業上面我們都是 怎麼講 非常非常關心 跟非常互相支持 第一天獻給陳淑華 第二天獻給林一蓮 這樣 你還是覺得陳淑華那邊沒有問題嗎 可是如果她的作品來講的話 對啊 那你沒辦法只是這樣分 好吧 對不對 對啊 不是啦 不是一定有感情啦 不是 李宗盛放開心胸 大方談論 過往情史 被拔到正宜算是 很好的成就 對啊 對啊 可是後來她 幻然悔悟以後 我也深受打擊 我跟蘇華是 怎麼講是很 因為你看我們一起創造了那麼 美妙的事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友誼跟那個關心 是 我覺得要比甚至我們真正可能是男女朋友過 要來得更真 更深刻 所以這句話是真的 就是 你只是當朋友反而還會比較長久一點 就是一直保留著幻想的空間嗎 對 對 對 這樣解釋有點低級 好啦 就是做朋友 好啦 那請問 因為我們訪問過周華健 周華健說她前幾年的時候 面對那種新生代的做音樂的人出來 壓力很大 你有過那樣的心情嗎 沒有 就你沒有把自己搞到快憂鬱症什麼這種東西 沒有 我只是 比如說在創作上面 我只 如果我沒寫 我沒有寫東西 因為我不是藝術 我不需要每幾 每一年出一張唱片兩張唱片 所以當我沒有寫東西的時候 就表示我沒有事跟你講 你知道 我沒有什麼話要講 這樣 所以當我 我再寫的話就表示我有話要講 就這麼回事 所以你女兒在聽李宗 在聽周華健的那些的時候 你都不會說 也來聽爸爸的 放給你聽一下這樣 不會啊 他被打槍 他怎麼被打槍 不會 我覺得他們有現代小孩 有現代小孩的語言 跟 我當然 很想跟他們講說 比如說 我現在我這個年紀的 喜歡我的歌 聽我歌的人 小孩也差不多跟我這個小孩一樣大 我滿想讓他們 帶他們小孩來聽說 這個是我們那個年代 溝通的方式 表達情感的一個語言 那個時候我們透過這樣子講話 會覺得很受感動 跟你們現在 你們會為這次感動 沒問題 我可以接受 可是我想讓你知道 爸爸那個年代 是這樣子表達事業 就那時候使用文字的方式是這樣子 文字的美 那請問你自己唱歌 這種滄桑的聲音 是幾歲時候發展出來 你不可能剛開始 那個得金韻獎那時候 就是這種唱法吧 可是我覺得我的唱沒有改變很多啊 你現在聽的是什麼牌 不是 他講的 聽什麼牌 你現在是這樣的心情呢 這以前就是這樣子的 你在組團的時候 就是這個唱法吧 沒有 你組團的時候 因為我組團的時候 我的音樂天分 並沒有充分得到 對 所以那時候是 你是我成天 還配上這種語句嗎 對… 很腦土的 可是得獎喔 那屆我們是第三名了 這一二名都重缺就是了 真的嗎 對…我們第三名 幹嘛搞這個 幹嘛不讓你們第一名 還搞一二名重缺 對 我不知道啊 可是我還是因為借那個 金韻獎那個 就認識了進這個行業 對 然後才認識鄭儀 鄭儀那時候要做唱片 他的producer是侯德健 我就每天嚴著臉 就跟著鄭儀旁邊 人家鄭儀去小侯他家 開什麼製作會 我也跟著這樣 我白天送瓦斯嘛 在家很臭這樣 送瓦斯 晚上他們去開會 我就哇 然後每次他們開完會出來 因為鄭儀那時候是我女朋友 我就跟鄭儀講 一開完會出來我就講說 這個專輯如果是我做的話 怎樣怎樣怎樣 後來 小侯那時候就去大陸了 侯德健那時候 已經是很大牌的 侯德健得了啊 侯德健 是因為龍的傳人嗎 對… 小侯那時候已經很大牌了就是 所以你那時候 見到侯德健是那種 就是非公屈膝那種嗎 非公屈膝那種嗎 非公屈膝倒不至於啦 我也是個人物 你知道嗎 小侯小侯小侯去大陸去大陸 然後我說 真的嗎 我心裡就開始就樂起來 我的時間 真的 我知道她接下來就想說 你下午到公司來一下 開個會好不好 所以我就是借那一次 我就做了人生的第一張專輯 小雨來的正式時候 這個瑜 天啊 狂氣 那個專輯 就那一張開始 那個時候 正宜已經比你有名了嘛對不對 對 那她怎麼會願意跟一個 瓦斯男孩在交往 這樣講齁 我雖然覺得自己長得不好看 所以我從小就是對女性是很 憧憬 很憧憬 可是覺得自己很遜的啦 OK 對 而且念書工作也很爛啦 反正所以 所以拔到正宜算是 很好的成就對不對 對啊 可是後來她 幡然悔悟以後 我也深受打擊 因為上次羅大佑在台北辦演唱會的時候 李宗盛有去當嘉賓嘛 對不對 那一次我有在 然後大佑的歌當然因為 就是我們長大的年代的歌 所以也很動人 可是她 背著她的吉他出來唱 愛的代價的時候 就很多人哭得很慘 因為她那個 意境太好 對啊 那天你自己 如果沒有看錯的話 你自己也有一點哭 是不是 因為那個時候 應該就是在 這個整個這個 事情的 對 正在被trigger的時候 OK 那 那時候有想躲嗎 說 算了我不要去當這個嘉賓了 省得被 記者問 我倒是不會 OK 我覺得 我覺得我 一向大家都 我覺得這個行業的朋友 我覺得 聽我歌的人都還滿疼我的 都還滿理解我的 所以不管有什麼八卦 或者什麼東西 今天出來 我並不覺得我會被這些 雖然行業現在變得比較 比如我寫那個 末位的這個歌叫 影劇版依然沸沸揚揚 相機了槍聲大作的靶場 我覺得我們都是個 對 那上面 每次亂槍掃射 對不對 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大家都 都應該知道我是誰 所以我 人生裡面是 我沒有刻意去躲 OK 我反而 我覺得在那個時候 我反而 渴望看到大家 因為那個是 那是本我 那是真我 那我 我還滿期待的其實 那當時上台唱愛的代價 是本來就設定好了 還是就是 心有所感 就選了那個歌 本來就設定好 要唱那個歌 可是那個歌是很 就在很多時候 那是唱不膩的 對我自己來講 那我每次 比如說唱一個歌 重複唱唱唱唱唱 而且我這個老小子 就那些歌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可是當我在唱愛的代價的時候 我每次都會有 都覺得是 是一次新的一個 新的演唱 它不膩的 它也 因為有的時候你就 有的歌你就反射動作 啊 就唱完就走了 每次唱愛的代價的時候 我就會 一下就會 就會到那個時刻去 這樣 去把那個歌唱完 就會進入那個空間裡面 所以這一次你會哭很慘 不會 不會 真的嗎 我覺得會吧 對啊 聽起來 還有很多套關卡 關卡很多的 可是不會啦 這次李宗盛的演唱會 是兩天 那 我知道有一些人 就是非常的期待 那 如果李宗盛今天 在這裡 願意最後唱一個歌嗎 一定要的啊 就結束了 我都沒有問離婚的事 我現在讓你唱歌 又要用交換來 他今天伸手 離婚兩次說苦 願意去被脅迫 好 好 我來唱一小段好了 好 我來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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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記得年少時的夢嗎 像多永遠不凋零的花 陪我經過那風吹雨打 看世事無常 看滄桑變化 那些為台所付出的代價 是永遠都難忘的啊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話 仍在我心中 雖然你沒有他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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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總要學著自己長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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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難免經歷苦痛掙扎 走吧 走吧 你能不能讓我來唱一首歌 還真能讓我去唱一首歌 我们一起要躺着你去哭吧 OK 谢谢